那就是用那个 一条一条有规律的直线 然后把那个图形填满 线是一针长的 然后就紧接着搭配一根短的线 然后呢 再来一根长的 再搭配一针短的 这样子有规律的搭配着刺绣 因为所修刺绣的图形呢 那个有那个宽窄不一 所以那个先从中间部位 最宽的部位开始那个长短针刺绣 这样会更方便秀些 我得给你一根什么 就算是把这种狗狗的 我得给你 那么你再来一根 那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狗狗人 那就是这么狗狗人 like那种狗人 那就是这种狗狗人 这个狗人 就像我们一样 那就是这种狗人 那就是你 这么狗人 这种狗人 上半段图形长短针刺绣好后呢 开始刺绣下半段的时候呢 相对应的 上半部分是长针的时候 下半部分就是短针 上半部分是短针的时候 下半部分就是长针 这样交叉的把图形给填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坚持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相对应 bang 键与原本不认为 内如同一种 我们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选择 小龙 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